所以如果你今年2023年不申請的話 那你就沒有這8000元的 兩稅那時候就應該要開始 那你就會令到你的稅價又高了 那收回來的稅就要重了 那就是... 不好啦 你放了10萬元下去 而你賺了10萬元這樣算 你拿回來的錢 它都是不會算你的稅的 很搞笑的就是去BEMO那裡打算弄個BANDRAFT 過數啦 那誰不知BEMO那裡就說 咦?為什麼你賺了這麼多錢呢? 好 那今天我們就會說一下關於 在加拿大怎樣可以 申請什麼銀行的帳戶 是可以減稅 或者是一些免稅的一些存錢的帳戶的 那這條片呢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去做Research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想申請這些帳戶的 那所以我就很認真地上網做完Research 還有我都去了兩間銀行 一間就是CIBC 另一間呢就是BEMO 那去了這兩間銀行呢 都問了不同的人 不同的意見 而得出這一系列的資訊 那我都希望說出來給大家聽 那當然我都一定要戴頭盔的 因為呢 就算我做了多少Research 所以有可能是錯啦 或者是 不是很適合啦 那如果你是知道 都是有些錯啦 或者是不適合的話呢 都不妨留言跟我說 讓我知道啦 那今天呢 我們主要會說幾個帳戶 那 未數 應該有五個左右的 有五個帳戶 分別呢 就是FHSA 那這個叫做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那這個帳戶呢 主要就是 一些首次在加拿大買樓 即首次置業的戶口 而這個戶口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就因為它這個戶口 可以扣稅 扣你的Income Tax 那這個就是我們之後 會再詳細一點說 那然後呢 就是第二個帳戶 就是這個Test Free的Saving Account 那就是 TFSA 那Test Free的Saving Account 那這個是一個 加拿大的投資工具 那你入了的錢 和賺了的錢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拿出來 那時候呢 是不扣稅的 那不扣... 不是... 是不給稅的 那不給稅呢 就已經是一個很大的恩惠了 之後呢 就是RESP 那就是這個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 Plan 那這個RESP 最主要呢 就是幫... 有小朋友的家 就是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呢 那就... 基本上都一定是 要申請這個 帳戶的 為什麼呢 它是幫你去存一筆錢 去給個小朋友讀書的 而你付完錢之後呢 政府都會付錢下去 那所以基本上你不用的話呢 你就賺不到政府給你的錢 那之後呢 就會說... GIC 那GIC呢 那GIC呢 就是... Guaranty Invencement Certificate 那這個GIC呢 就是... Guaranty Invencement 那其實就是做定期 那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你放了一筆錢去銀行 然後... 有個... interest rate 那你就... 那你那一年就可以賺到... 那個%的 interest rate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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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後會再講多一點 那之後呢 就會講一點關於這個RRSP 那RRSP呢 就是... 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那就是簡單來說呢 就是... 退休之後才拿的錢 那為什麼... 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退休才拿的錢呢 這個我們之後會再講的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開始第一個是... Test Fees Saving Account 那先那一段時間呢 加拿大政府就已經公佈了... 2024年呢 Test Fees Saving Account的... Contribution Room呢 就是... 7000元 那... 在... 2023年呢 就是... 6500元 這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 那簡單來講呢 TFSA... Test Fees Saving Account呢 就是... 你在... 加拿大這裡 開一個儲蓄的戶口 而你裡面呢 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投資工具 包括... GIC 啊 股票啊 債券啊 基金啊 那... 這些類型的投資啊 而你從中得到的收益 或者所有的增長呢 你是不會收稅的 就是... 你放了10萬元下去 而你賺了10萬元這樣算呢 你拿回來的錢呢 它都是不會算你稅的 就是這樣啦 所以就是... Test Fees Saving Account 那... 但是呢 都不是好像... 就這樣擺完10萬元下去 有得你這樣賺的 因為呢 它每年呢 都會設置一個叫做 Contribution Room的 是好像呢 2023年那樣呢 今年呢 就是... 6500元 那... 下一年呢 就是7000元 而呢 每個人 它的Contribution Room呢 都是... 不一定是... 總共6500元的 你呢 是需要自己打電話 去CRA那裡呢 去檢查清楚的 那... 好像我這樣啦 我今早呢 就是... 神這麼早就要打電話 去CRA那個 問我能不能申請 因為呢 大家都知道 我來了加拿大 不是很久的 那我想知道 究竟我能不能申請到 那些Saving Account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CRA那個 那它是說 我是可以申請啦 而且那個 Room都是... 可以6500元的 那... 相信它 那還有一件事要知道的 就是呢 那... 即使你今年 開了的帳戶 但是你 是... 沒有放錢下去的話 都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呢 是... 就是你今年 Contribution Room 是... 6500元啦 那... 你今年什麼都沒有放下去 你下一年呢 都可以用回那個Contribution Room的 是的 不過... 當中的一些細節位 包括你賺了錢 譬如賺了錢 它又會有機會呢 是可以Expand 你的Contribution Room 而你虧了錢的話呢 它都有機會 會縮小你的Contribution Room的 不過就... 太細節的東西 我這裡就不說了 因為... 那些操作上面的東西呢 我不是很清楚 最好呢 就問回... 是... 銀行啦 或者是... 你認識的一些投資公司啦 好 那之後呢 我就會講RESP 即是... Registered Education Saving Plan 那這個Pan呢 擺明呢 就是有... 小朋友的人呢 先要申請的 這個呢 就是用來給他大學啦 或者是... 讀書啊 讀不知什麼書啊 這樣的一些用啦 主要呢 為什麼呢 說要盡快申請呢 因為... 它是有deadline的 那因為這個RESP呢 其實是有很多的限制 limitation 或者可以叫做deadline 那首先呢 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 它那個玩法是怎樣的 那我用最簡單的計法來說 就是說呢 RESP呢 就是... 你放多少錢下去 那政府呢 都是會放你放的錢 的20% 下去你的帳戶裡的 那它用一個最正常計法啦 就是你每年放2500元下去 那政府呢 就會給20% 就是500元 也都是政府每一年的... 嗯... maximum grand的錢 放下去 就算呢 你放5000元下去呢 它都只是會給500元 下去你的帳戶裡的 而政府給RESP 最多的錢呢 就是7200元 就是無論你怎樣供法都好呢 maximum 政府只會供多7200元的 在這個整個RESP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它是有一個很簡單的 minimum的步驟呢 給你去 grand 盡了他7200元的 就是... 你每一年都給2500元下去 那你就每一年都可以 grand 到500元 那 grand足15年 那你就可以領盡了他那7200元了 那你這個RESP呢 最多你入的錢呢 就是5萬元 那就是簡單點來講呢 就是你5萬元再加你7200元 就是你這個RESP最多的錢了 那當然啦 不包括你增長那些 或者減少那些 因為你正常這個RESP呢 你是一個投資的工具 你是可以又是買回GIC 或者買不同的基金都可以的 那這些就是其中一些數字上的limit 而年齡上呢 就是那7200元呢 政府只是會 grand到小朋友17歲 那剛才筆數都計了啦 你要用15年的時間 才可以領盡了他那7200元 而他最多只會去到17歲 那17-15 即是兩歲 兩歲那時候就應該要開始 有這個RESP 那而且在這個RESP裡面呢 如果你是一些低收入的人士 那他會更加有額外的叫做CLB Canada Learning Bond 那是在你每個月 本身沒有500元的 那他會再加多100元下去 不過這個呢 就值到去到15歲 而且呢 它的maximum呢 是2000元而已 而還有兩個最重要的點就是 第一個點呢 就是當6-9歲那時候呢 你要去銀行再額外 grand多一個account grand多一個funding呢 就是BCTESG 那就是呢 British Columbia Training and Education Saving Grant 那這一個呢 是一個一次性的1200元的grand 那就是 那就是給6-9歲 要去自己申請 它是不會自動給你的 你是一定要自己申請的 那如果你miss了的話就沒有了 所以你一定要記住 6-9歲呢 就要帶 就要去申請了 而還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 RESP呢 是好像我這些 work permit的人 是申請不到的 一定要是PR了才行的 它一定是要有 小朋友的CN number 而小朋友的CN number 怎樣才有呢 就是當我們PR了 小朋友都PR了 那就可以申請個CN number 然後呢 才可以apply到這個RESP的 那這個就是關於RESP的一些小資訊 而還有一點呢 就是 當你有這個RESP呢 其實呢 它是分成了三部分的 第一部分呢 就是你自己公款 就是每個月呢 你給2500元那個公款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grandvary的錢 就是那500元 每年 然後第三部分呢 就是那個benefit 就是你拿那筆錢去投資 賺回來的錢 那呢 我也問過的 如果 假設 你的小朋友 是真的 讀不到書的 那筆錢 是用不到來讀書的了 因為可能他已經開公司了 已經 那怎麼辦呢 那筆錢 那筆錢就會分成這三部分 第一筆錢呢 就是你自己給的錢 可以拿回來的 是不需要扣稅的 那第二筆錢呢 就是政府grandvary的錢 而那筆錢呢 你是不能拿回來的 因為你兒子不讀書 開了公司 那就不用grandvary 那些錢是不會給你的 而benefit那些呢 就是你可以拿回來的 但是就要打稅 就是這樣了 那就是分這三部分 好 那之後呢 就會說這個叫做GIC 那就是guarantee的Inforcement Certificate 那GIC呢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做定期 你放一筆錢去銀行 譬如說也是10萬元 扔下去之後呢 就是譬如今期的利息是5厘 那一年之後你可以選擇 你鎖了或者不鎖了 不鎖當然鎖率就低一點 鎖的話鎖率就高一點 那就是一年之後 你就可以拿回5%的這個利率 但是這個利率呢 是直接當你income的 就是說假設你年薪是10萬元 而你income 而你GIC那裡呢 又賺了10萬元呢 那那10萬元呢 就會是放在你的income上 就是簡單一點來說 你的稅階就高了 那10萬元呢 就是這樣啦 還有一件事就是 一定要貨給三家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今早就去了BIMO 以及CIBC 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星期呢 我們都去了這兩家公司那裡 到處去轉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發覺呢 是不同人呢 他們都有不同的rate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一開始我們去BIMO 他們給的GIC的rate 是只有4.9 甚至是5.1 那但是呢 我們再過去CIBC那裡 他就給到5.3 然後呢 那我們呢 本身打算都是做定格6 是5.3 CIBC最多的了 那我們 我們 很搞笑呢 就是去BIMO那裡 打算做個band draft 過數啦 那誰不知BIMO那裡 就說 咦 為什麼你走那麼多錢呢 你走那麼多錢去哪裡 那他會問 問完之後我們就說 我們要做這個GIC 他們是可以給到更加高的rate 就留住我們 然後呢 咦 原來可以這樣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回到CIBC那裡 基本上呢 兩邊我都是這樣跟他們說 那我現在呢 就拿筆錢去其他公司那裡 做GIC啦 你給了多少啊 基本上就是這樣問 那接著呢 他們也有 拉拉扯扯 那我整天就在這裡走來走 就是這樣啦 那到最後呢 我是去了BIMO那裡做的 那這個故事呢 那這個故事呢 最好不要怕麻煩 因為呢 不同公司 不同人呢 都應該是 有差別啦 可能廣東話 會很溝通些 英文又可能會很溝通些 你自己去 滯語啦 這些就是 好 那最後呢 我就會講這個 這個RRSP 那這個RRSP呢 就是Registered Retirement Saving Plan 那 顧名思義就是 你退休那時候那筆錢 那為什麼會說是 退休才拿錢呢 因為你每一年呢 正常呢 都是好像 Test Free Saving Account那樣 你是供錢進去 供錢進去 投資投資投資這樣 那為什麼那些人呢 會在 Retire那時候 才會拿出來 就是退休之後才拿出來呢 是因為你退休 拿出來那時候 它是當你Income的 那你可想而知 就是 當然是退休才拿出來 為什麼呢 就是 你如果在你做事那時候 你本身 你每年都有你的Income 假設 又是10萬那樣 那你的稅階 就可能是要給 30-40%那樣 而你如果再在那時候 拿你這些RRSP的錢出來的話呢 那你就會令到你的稅階又高了 那收回來的稅呢 就要重了 那就是 不好 就是這樣 所以那些人呢 就會退休那時候才拿出來的 而那筆Income呢 就Depend上你有多大 就去看那年的稅階 你要給多少稅呢 而扣的 都是要扣稅的 就是這樣 好啦 那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是今年才有的 一個新的Account 而這個Account呢 主要呢 就是用來買樓啦 你呢 就是每年是有個限額的 那個限額呢 今年呢 就是8,000元啊 我沒有記錯 它應該每年都是8,000元的 那 而它MXMUM那個WOM呢 就是4萬元 而且是15年 意思就是說 你開了這個Account 那你就可以 入8,000元下去啦 MXMUM那一年 而那8,000元呢 你可以扣你的Income 就是拿來退稅的 好啦 那接著譬如你呢 你這五年都是一直 放8,000元 8,000元 之後呢 變了4萬元 那之後你就不能再加下去了 直到呢 是十年之後 因為加起來是15年嘛 那15年那時候呢 之內呢 你就要用來買樓 如果你不用來買樓的話呢 這筆錢呢 就會放下你的RRSP 那當然啦 要你RRSP呢 是還有那個 Contribution Boom在那裡 就是你不要打爆它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的 這個RRSP 是看回你的年薪的18% 我沒有記錯嗎 是18%的話 那你就可以 還沒有投資的 那18% 假設呢 你RRSP的Boom 是爆了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就 那筆錢呢 直接是當Income 那又當Income呢 那你就要 又要收稅 那當然啦 這8,000元呢 你又是 不一定要 入光的 如果你今年不用呢 你下年都還可以用 就是 總之你開了它 你就有 這8,000元的帳戶 那今年不用呢 你下年都還可以用 這個Head Room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今年 2023年 不申請的話呢 那你就沒有了 這8,000元的Head Room 那你 下年才再申請的話 那就 下年才會 開始計這8,000元啦 那你今年 就不能用這8,000元去 去 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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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稅啦 對啦 就是這樣啦 好 那今次這條片 大約就是 講這幾個帳戶 我希望自己沒有說錯 也沒有說漏 盡量都已經是 講得比較慢 還有... 做了很多research 已經 都碰了很多板 總括來說 剛剛這麼多個帳戶 有三個帳戶 你是兩個帳戶 可以問CRA 是否申請到 第一個就是 這個 First Home 的saving帳戶 FHSA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 Test Fees 的saving帳 TFSA 那你要打電話 去問一下 可以嗎 然後呢 RESP呢 就是給小朋友的 是要PR 才申請到 所以就PR 那時候 就先搞 我就做了 一年啦 然後就GIC GIC 就是 每天都申請到 就有銀行 就走進去搞 就是做定期的 就是 就是 RESP 就是 要報過稅才可以的 那就 沒得申請 報過稅就是 每年就三四月 就是我 如果在我的case 來說呢 因為我今年五月才到的 那就要 明年報了稅 我才可以再搞這個 RESP 那 到盡時再update大家 如果有什麼新的進展 大致上是這樣 希望我沒有說錯 說錯了 就希望你跟我說回 就是 那麼多了 這條片應該會 嘔嘔咔咔的 應該會不斷 加加減減的剪 發覺可能剪完之後 有些東西 MISS了 沒有說呢 就會再拍過 再加 那 就 希望大家都 聽得明白我說什麼 好 喜歡就Like 不喜歡就Design 就這樣 下條片再見 拜拜 不要太深 我過不了 我過不了 爸爸 不要太深 我過不了 你嚇壞人了 你媽媽不夠高嗎? 好 我愛你 trainer 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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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下